各位八百文心家族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我们在台中空晓的活动 我们请到了葛光月 葛将军 葛将军你好 你好 这边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葛将军 您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您自己和空晓的关系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整个录影的活动 个人是台北空晓26届的毕业生 在我们空晓真正的开始变成世界级的 就等全球大家一起集合的 是在当年我们美加地区的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在美国加州做了非常的活动 因为大家都离江背井 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成立了空晓联谊会 然后后来呢 他们就民国九十年左右 他们就反国了以后 举行了许多小型的活动 到最后呢 他们希望能够把全国的各地的空晓能够集合在台北 那个时候等于是2000年的前后 那个时候刘兆璇 那时候是清华大学的校长 他们被我们所有的空晓呢 就登高一呼 就请他来当我们的理事长 当理事长了以后 正好呢 2001之后呢 我们后来到2008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这个马总统一上任 就请了刘兆全呢 当了行政院长 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在希望能够下一个空晓的 全球空晓的理事呢 能够选一个理事长 正好呢 个人呢 那时候空军的副总司令 也是主办我们整个空晓那本书 就是介绍空晓那本书的主要的 这个主要承办的单位 我是空军的副总司令 主管政战 主管人事 主管了后勤 那个时候正好接人这样子的 所以刚好我跟空晓所有的作业 我都跟了很多的空晓同学 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大家呢 就推举我来做空晓 那个时候的空晓的理事长 这空晓理事长呢 我就接触了各地的空晓 每一个空晓大家都互相合作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理想 因为我们空晓是一个快乐 合作团结的一个学校 每一个空晓好分析 大家都很高兴 能够有机会 能够参加重要的活动 因为主要是空晓是我们 虽然他已经离开学校已经关闭了 但是各地呢 都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校 比如台北人是怀申国小 这个台中的是省山国小 然后岗山的是赵湘国小 所以几个学校呢 大家都非常团结 尤其是我的个人在台中 待了将近有二十年到二十五年 因为我是各位很清楚 空军子弟嘛就进入空军 我在台中清泉岗基地呢 大概从少尉一直做到副联队长 升了将军 少尉升了将军 所以在台中里面所有的好朋友 都是空晓同学 老的老的小的小的 都是我们空晓同学 像前任的杨卫妹 然后到这一任的我们的理事长 都是非常出色的 尤其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一次任的理事长 他每一次召集我们所有的同学 大家在一起开会 大家一起在活动 没有一次同学不是很高兴的来 来了又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认识了我们台中空晓的非常多的 台中空晓光我自己同班同学 空晓就有五六个人都是台中空晓的 包括什么刘邦志啊 什么好多位 王霞林啊 有些人没有来参加 但是我陆陆续地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陆瑞云啊 这些同学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台中空晓是我们很多次都想举办空晓的集合的时候都到台中去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每家的空晓从美国回来的都到台北来集合 所以我们就迫不得已的就在台北举行很多的活动 各地的空晓呢 因为大家很团结 很合作 所以才有空晓 后来所有的活动 像最近我们在庆祝空晓九十周年的这个校庆 空晓呢 是在大陆 你看我们黄埔建军一百年 到了一百年之前 九十七年 隔了三年以后就成立了我们中央航校 成立中央航校又隔了七年以后 就成立了我们空军子弟 就变成了我们叫空军官校 又隔了四年 就等于说到了三年之后呢 又成立我们的空军子弟小学 由陈红涛这个从全国的各地的老师里面 选了一个老师叫陈红涛 陈红涛就开始建立了我们空晓 这就我讲的九十年前成立了空晓 所以整个你看最近大家过去年一年都在庆祝黄埔建军一百年 他不知道我们空晓建校九十年 这次我们在钢山举行了空军官校 整个校市馆里面举行我们空晓的九十周年 这九十周年里面把所有空晓全台湾 十三座空晓来加上一个志工中学 志工中学是我们另外一个空晓 毕业以后的毕业生到志工中学 甲兄我有差不多有两个兄弟 我的哥哥呢都是志工中学毕业的 我呢大概我的哥哥从不管是南京空晓 这个重庆空晓 然后每个哥哥都有 台北空晓最多了 都是在台北空晓的 但是一直到我 我跟我弟弟都是台北空晓的 整个来说台中空晓 过去是我们大概全省第一个空晓 一直出校刊几乎每三月就出一层校刊 当然那个时候有不少同学大家都互相帮忙 这是一直到现在 大概是我们全国空晓 十三个小学 一个中学 志工中学里面唯一一个学校 能够成立的这个这样的方式 能够用空晓 大家自己的经历 然后还记得 最高就四百多本 还记到美国加州 所以加州你们感觉非常的温暖 我们台中空晓也出了不少的民运 像最近非常讲的 课非常的讲 美国为什么衰弱的关中官院长 他就是我们台中空晓的民运 美国为什么会衰败 美国为什么会未来的这个这个不能够主导世界 美国的霸权的衰落 就是关中他最近连续的写两本书 我都去参加了 但关中非常的客气 为什么 他是说我是台中空晓的人 我空晓人要做空晓的这个资源的工作 当然我们台中空晓有还有不少的人 给我们空晓有很多的不同方式的去展示 空晓的实力 个人的未来呢 希望呢 我们台中空晓呢 大家同学大家互相合作 常常的聚会 也已经大概是这个唯一第一个跟我们的省三国晓 就现在的省三国晓合作在一起的 这是很不容易 因为空晓虽然已经最后等于说是政府已经收回了 改为省三国晓 可是省三国晓现在呢 一直把我们空晓当作他们的前生 他们的母校 所以说是跟三国晓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高兴 他们有些的毕业生也来加入我们台中空晓的聚务部 然后一起参加活动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现在目前呢 全省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刚三空晓的照相国晓来做 我也希望未来我们所有的空晓呢 都慢慢陆陆续续像这个省三国晓 就像我们台中空晓一样 像我们的刚三空晓一样 能够慢慢跟当地的我们原来的这个学校呢 合作在一起 不过整个空晓呢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能够大家一起感觉互相的温暖 互相的这个合作 然后互相的团结 然后最重要带给我们快乐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目前最后一届空晓都好几十年前了 大家年纪都 那个时候最少毕业都要12岁 你看现在12岁再加上五六十年 都六七十岁的人 希望我们的空晓 希望我们的空晓 大家所有同学都能够未来合作团结 然后大家一起 我们快快就像我们校哥你们讲 快快乐乐的回家 快快乐乐的上学 谢谢各位 葛教练你刚才讲的真的太好了 其实你担任大空晓的理事长 那您的责任非常重大 那我看到您所做的一些事情呢 也真的是鞠躬绝尾 要把它整合起来 要让这个能够继续传承 我觉得这个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那我所知道的新竹空晓就是现在的宅西国晓市 那我也去过来 我看他们在那边聚会 然后这个走到哪里 这个是当时的垃圾场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是垃圾场 大家就争执起来了 我觉得这很有趣很有趣 然后谈了很多以前在新竹空晓的一些一些状况 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葛将军 您在整个空晓的整合工作上面 那当初有13个空晓 那实际上成立理事会的空晓好像不是那么多 那你平常是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 到各个地方去 您刚才讲过了 可能也没有办法 您在这边工作也是在探訪 那您是怎么做的 而且又做得那么好 实在是不敢当 您想那么客气 空晓我们开始成立的时候 就是没有分彼此 就是一个空晓 空晓的小学在台北人 就是淮汕国中 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台北空晓的地区就成立了 成立之后呢 每一个人空晓 其实我们成立的第一天呢 在台北就变成了 中间摆了摊位 就不止一两个 起码有摆了十几个摊位了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 各个空晓都来 都到那里报到 台北空晓为什么人比较少 主要是我们台北空晓 最先成立空晓 我们很多的父母 都是华航的 父母都是这个各航空公司的 然后还有不管空进行的 最后最后有很多的 落根呢就回到 回到了洛杉矶为主的 因为华航所有落地的点 都有我们空军的空军人在那里 所以在空晓的子弟呢就跟着父母亲就到了外地去了 所以我们台北空晓的人 所以他们去了国外就比较多 所以在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都有我们台中 我们的空晓的分支 我们叫做空晓晋子弟小学 纽约这个 这个校友会 空晓晋子弟小学 住洛杉矶的校友会 还有旧金山 他们每家的 一起叫做教友会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分的 开始就是大家在一起 集合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称作全球 我们称为中华民国空晓晋子弟小学校友会 就把所有的校友会 包括志工中学都纳进来了 所以我们第一 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大会的时候 还有一个空晓晋子弟 其实听着林长讲了以后 我自己也非常感动 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 区分了好多好多阶段 这个阶段尤其从小学开始 那种回忆 那是最为深厚的 现在你们还能够凝聚 这种小学这种情怀 这种情感 到现在都能够 还能够聚在一起 寥寥过往 我觉得这一非常非常温馨 这一点我特别特别 表示敬佩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理事长 我们今天台中空晓 王淑喜学姐 她在工作上面 她非常非常认真 而且想要打出个整合 到现在的寝山国晓 让这些寝山国晓 学弟学妹们 都能够了解她们前身 电脑化 各种方面的努力 非常非常非常让我敬佩 那您也不止一次的 去夸奖我们王淑喜学姐的努力 您最后是不是可以讲一些话 能够勉励一下我们台中空晓的所有这些学长学弟 学姐学妹们 甚至这些寝山国晓的学长学弟 学姐学妹们 好吧谢谢 王淑喜 我们的台中空晓的校友会的理事长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执着 又非常肯用心的一个理事长 各位都很清楚 校友会啊本身啊 是个非常难做的 因为校友都离开了那么多年 大家唯一的校友就是一颗心 我希望未来我们台中空晓的所有的校友会的同学 跟甚至于沈山 沈山子弟小学 沈山国晓 他们已经毕业了很多的界的学生 我们希望他们的校友们跟我们空晓的这个台中空晓的原来的这个空晓的 我们一起合作在一起 大家一起开会 一起共享 共享我们好的这个生平 就是空晓的精神 就是你看他们现在 沈山国晓的这个国晓的小学的 他们的校哥跟我们当年的空 空晓的校哥 今天很多都同叠的 相同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校友会都能够 校友们大家互相合作 把它变成一个团队 这样子变成了未来 校友开会的时候 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这样子 然后我们让我们校友会呢 更能够发扬光大 好 这样子谢谢各位 今天非常谢谢葛光月葛将军 今天也期待我们空晓也好 台中空晓也好 也好 都能够发扬光大 而后的未来 大家共同努力 谢谢葛将军 谢谢 很开心啊 我们请到了台中空晓的秘书长 蒋上华学长 上华学长好 你好 您当着秘书长有多久啊 我刚上任 上任 就几年 是是是 您是现任的秘书长 也恭喜您啊 受到王李市长的倚重 谢谢 请问上任已经大概有三个多月了吧 是 三个多月 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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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秘书长这个职务啊 想必相当艰辛 简单的讲 团队的吃喝拉撒 全都要管 都得解决 不知道您的感觉 是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 走在最前面 留在最后面 好简单的一句话 走在最前面 所以说 你想的 要比别人更多 是 是不是 但是呢 然后所有尾巴 全部要收好 哈哈 也都是我的工作 毕书长 你今天讲话 这太有学问了 几个字啊 就可以道尽所有的一切啊 那台中空小啊 跟醒三国小 这两个的关系啊 大概是前后的关系 那您接任秘书长 甚至在之前 您对这些学长 学弟 甚至现在醒三国小的这些学弟 学妹们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常用什么族 什么族来形容 现在的年轻人 那么 其实 就是心疑悦异 那个 我们以前 生活的时空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 目前面临到 延运的挑战 就是 现在的执政党 他 处心积虑的在校园里面 推动所谓的趋中化 那 营造出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 根在哪里 那么 我们 有幸 在全省的空小里面 是唯一 台中空小是有 我现在的在进行度的醒三国小 就是我们的母校 我记得我还是在醒三的第二届吧 因为我的国小五年级 就是从台中空小搬到醒三去 那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 现在的母校还依然健在的 其他县市的空军子弟小学 他的母校都已经不见了 那么 我记得 今年的中秋节的晚会 我去参加 呃 我们台中的那个 秋处礼的晚会 那么 我 呃 有幸 就当场遇到了 呃 我们现在就读台中 醒三国小的学生 那跟他的父母亲 他会就不外吃吃喝喝 那他 那他 要这么年轻 参加一堆老人 跟一堆老人在一起吃吃喝 他一点心血都没有 所以呢 所以呢 即便是我帮他出演 他都不愿意参加 那么 于是呢 这样的年轻人 原本就不容易 我们跟他们融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去中化的结果 那因此呢 我在今年接受 这个 我们 我们总干事 的工作的时候 我有跟会长讲 就是说 没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 能够在今年 在学校 醒三国小的校园里面 我能够推动 我们能够推动一个社团 叫做读经班 就是 我觉得 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都在于我们老祖宗 古人的智慧里面 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 我们用现在学生 读得懂的方法 作为教材 教给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全部都知道 所谓的中校节义 所谓的礼义年词 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民进党不要 我们全部拿起来 我也觉得 在未来来讲 我们中华文化 就是所有年轻人的护身符 最有用的护身符 那是我的心中的期望 我只想做这件事 谢谢 学长 听着你讲完之后 我觉得您的报复真的非常非常远大 而且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其实事实上 现在我们台湾 面临的危机就是如此 离联是不要的 中华文化都不要 那真的是非常可悲 非常危险 我们学长 在秘书场镇内 能够把这些四书五经 这个东西我希望能够落实 也祝福学长能够成功 做得很美 谢谢 谢谢学长 谢谢